如果你身边有年轻人,那你一定要把这十句话告诉他,若干年后他会感激你一辈子 因为我读过很多很多书,只有这十句最让我感到醍醐灌顶 如果年轻时我就明白,那我至少少奋斗十年,越往后越核心,记不住可以先收藏 第一,无论什么关系,提供不了情绪价值,给予不了经济支持,给不了你正面陪伴 如果这三点一样都不占,那么趁早舍弃才是明智之举 不要为了交朋友而交朋友,也不要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否则你永远都是吃亏的那一方 当然了,这也是相互的,如果你给不了别人这三样,那么被别人舍弃也是理所应当 第二,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菩萨心肠,霹雳手段 当别人触犯你的原则时,一定要面带微笑的和他硬刚到底 要让他觉得你既有亲和力,同时又觉得你有脾气 既不觉得你是坏人,又不敢惹你 如果没有霹雳手段,就默行菩萨心肠 因为只有自己强大了,你的善良,你的忍让才会有价值,有意义 霹雳手段和菩萨心肠,要么都有,要么都别有 第三,闭上眼睛假装看不到,可以省去80%的麻烦 虽然这不是我希望的,但是这是客观事实 第四,一个人说话,别人愿不愿意听,主要取决于说话者的权威 而不是话语本身,所以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 人应该多听,多看,少说 因为言多必失,或从口出 提出问题的人,最后呢,往往要承担解决问题的任务 提出建议的人,最后往往要承担意外带来的责任 第五,忘掉人脉二字 所谓社交的本质,其实就是价值交换 如果你既没有本事,又没有资源跟别人交换 那所谓的人脉,其实就是个笑话 与其一天到晚的四处搞社交,不如踏实下来提高自己 因为世界上最稳定的人脉,其实就是各取所需 第六,任何反常的,超预期的,难以理解的事件 都是我们调整自己对客观世界认知的良好机会 因为既然已经发生,就说明它一定是有道理的 如果我们还是抱着过去的认知,觉得不可思议 或者不认可,那只会使我们失去一个提高认知的好机会 就比如我们身边突然有一个我们原以为他的做法很扯淡的人 可结果是他成功了 比如那些我们觉得像小丑一样的网红 我们应该做的不是不服和惊叹 而是要好好地想一想,他为什么能成功 通俗地讲就是不服高人有罪 第七,你身边的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你的部分亲人 其实都是盼着你失败的 虽然他们内心可能很爱你 但不妨碍盼着你失败 因为你一旦太优秀,就容易与他们拉开差距 从而就会失去控制 我最早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不到20岁 当时简直觉得就是一派胡言 到了30岁的时候,虽然还是不太愿意承认 但是已经没有反驳的勇气了 到了40岁,不但不会反驳 反而还会主动地说给别人听 这大概就是老话说的 人教人百言无用,事教人一次入心 只有经历过才能深刻体会 第八,一个团队或者一个组织 必然有人吃亏,有人占便宜 如果你没看出来谁吃亏 那你就是吃亏的那个人 第九,一个人想要便成熟 首先要做的就是克制自己好为人师的欲望 不要总想着纠正别人或者指点别人 因为你自以为的指点在别人眼中可能是指指点点 在别人眼中,好为人师不代表热情 好为人师的另一个含义就是炫耀 第十,这一句也是最重要的 人拼到最后,拼的是健康 以前看过一个文章 某个大学新生入学典礼快结束的时候 一个老教授上台发言,掌声雷动 老教授回忆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他说自己年轻时其实成绩一般 也逃课,也贪玩 说自己和同学当中那些天赋异禀 努力认真的同学比起来差得多 但是现在呢,国内外一些重要的会议 都会邀请他发言,邀请他致辞 最后他说,你们知道为什么一个学术能力 不算突出的人,却仍然能够登上学科的顶端 获得所谓的成功 这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台下就有人说 是不是因为情商高或者人际关系的能力突出 最后这个老教授说,都不是 主要是因为我比同龄的学者活得长 所以呢,最后他就劝大家 不要光顾着读书,还要多注意身体 所以呢,我也借这个视频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身体,早睡早起,多运动 只要活得长,早晚有好运来临的时候 因为人生一半的成功,离不开运气 就像抓揪,活得越长,能抓的次数就越多 先聊这么多,我是爱闲聊有观点的小郭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接着聊更有趣的话题,再见 咱们下个视频 感谢观看